当下的感动 今天的行动 也许在很久很久以前 您看过有人推着自行车贩卖食物 但是您有看过人骑着自行车 但是自行车里面却装着的是书本吗 有这样的一位伊拉克的小伙子 他的名字叫做Cyber 是一位老师 每当人们看见他骑车而来的时候 附近的孩子们都会非常兴奋地 跑过去围着他 因为孩子们知道 这位叔叔又给他们带来了 很多很有意思的书 Cyber在伊拉克的一个城市里教书 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接触到了一些 生活在伊拉克偏远村子里面的孩子 他们当中有很多人 不仅都没有机会可以上学 甚至连一本在家可以看的书都没有 于是他便萌生了一个念头 那就是办一个移动图书馆 给偏远村庄的孩子们去送书 他和几个朋友们便一起努力筹集了两百本书 骑着一辆小小的自行车便就这么上路了 当每个周末来临的时候 他便会带着书来到各个村庄 孩子们的反响都特别的热烈 很快便围成一群 等候着他发书 甚至还有一些大人 也会向他索要书籍 他把书借给大家 等他下一次再来取回 而同时他也会带去新的书籍 就这样 每个星期都会来一次 Cyber说 最开始他选择的都是一些初级的入门的书籍 但是慢慢的 一些孩子开始找他想要内容更深的书 他说 每个村庄的孩子都希望他是第一个去他们的村子 因为这样的话 他们就能够拿到最好看的书 有很多人知道Cyber的举动之后 也给他捐赠了很多书籍 现在Cyber的移动书库里面 已经有六千多本 还有人自愿地加入了他的行动中 变成一个又一个的移动图书馆 然而在Cyber看来 他想要做的其实不仅仅是把书带给孩子们 他还会和孩子们聊天 聊关于和平 关于宽容 关于仁爱 让他们远离暴力 这些孩子们生活在一个战争肆虐 动荡不安的地方 但是他却希望 这些孩子们能够以一个健康的心态成长 他选择用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 也是有特殊意义的 因为塔利班之前 便是用自行车来装炸药袭击 但是他却要把暴力换成孩子们的知识 他的做法当然也惹怒了当地的一些人 有人警告他 必须只能给孩子们看宗教书籍 否则的话 他便会有生命威胁 但是Cyber却笑看威胁 他也觉得自己会一直这么继续下去 他说 这些孩子们在一个充满着死亡 还有暴力的环境下成长 甚至在家庭里面 也要面临家庭暴力 他只是希望 可以给孩子们一些平和的时光 让他们在书里找到一些希望 当下的感动 今天的行动 103.8A Radio 与您一起同心学习